我们是富人的 我们是做创业服务的 大陆这边的确市场大 广播的发展机遇 我也会常常跟我们台湾的小伙伴说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你的人生 跟别人活得不一样的话 大陆会是你的很好的选项 因为这次主要是做两岸交流金融服务的 所以可能会有台式企业为主 我叫李伟国来自宝岛台湾 我们今年36岁了 现在是华山工厂的合伙人兼总经理 我们是做创业服务的 我们帮他以战事的落地孵化 我一个想说我是做孵化器的 然后很多不太了解说 那你们是孵蛋的吗 你们是养鸡场吗 我说没有我们是富人的 我们是做创业服务的 所以这个孵化其实更多的是 支持这些所谓的小微企业 从刚出生一直到 比如说从吃奶阶段 直到自己可以走入有更坏的发展 你们会想到中是不太好吃的还是怎么样 在成都这边有一个 我们第一家台式企业 弄到墙咖啡 那我们从帮他们注册公司 帮他规划这个开店的场地 那另外我们还得要帮他们去拓展市场 比如代理记账 甚至交流活动 或者路远活动 得做一站式的帮着他们共同成长吧 我在台北出生长大 从小学开始 就是可能受了我外婆的影响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办活动 然后喜欢上台去做分享 08年是我第一次到大陆来 当时是我父亲他们在一无从商 春节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还有我弟弟到大陆来这边过节 2011年我还做了统计大学的交换生 毕业之后我先在台湾工作了五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台湾毕竟它的经济体量是小的发展空间受限 大陆的市场大有无限的可能 于是我就在2016年来到了北京 那一开始我是在仿地产的公司做一线销售 居住在仓品 每天骑电动车上班 一天当时要接待一二十组看盘的客人 在台湾我大概一周也才十来组吧 当时真的觉得两岸市场的规模差异很大 这样做了将近一年获得公司领导的信任 那一年后我站稳脚步之后 我就想怎么样要有更大的舞台 所以我在2017年加入了华餐工厂 我一开始刚做孵化器的时候 其实挫折还挺大的 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没办法满足到每一个人提供的需求跟问题 特别在港澳台的这些企业 他们五花八门的各种类别都有 有做餐饮的 有做电竞的 有做媒体的 像我记得一个是做影视传媒的 他们希望来拓展北京的市场 就问我说那我能不能帮他们落地 我说可以啊 他们注册公司我们都可以 但是当一提及要到 有没有相关的资源或冷漫 可以帮助他们的时候 当时我就真的是忙了 我对大陆的资源掌握还不是这么的了解 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企业朋友们 大家一起动物发展 碰到这个挫折很沮丧的时候 我自己就开始反思 然后我也跟我们几个花灘工厂创业导师去做交流 第二个就是我要比别人更努力 认识更多人 我也开始找周边他们有这项目看的资源的 然后我就拉了群 然后他们去做具体去聊 北京当地的一些市场情况等等之类的 哪怕第一时间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是我都会收集到我们的产业资料库里头 然后接下来帮他们进一步的去匹配 韦国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他在提供像我们这种入住企业服务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太计较 个人得失 都是以企业的福利为优先考虑 比如说我写一篇五千字的一个沃德档 我在里面有一个符号的标点符号跟其他不一样 它都能一码就可以发现 真的是魔鬼处在细节里面 整个大陆就会有很多组织政策 本身我们北京是国家紧的重创空间的 那我们成都的项目当地成都市城华区政府 就提供我们十年的免租 还有装修的补贴支持 那在珠海的话也是香州区政府 给我们三年的场地使用的免租 我们现在身上的责任其实越来越大 我们要去宣传最真实大陆好的一面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我们企业做成长 我们从2017年就推出了这个 萤火虫聚光计划 就是为两岸的创业团队提供优惠的办公场地 我们把快干雨衣也是台湾的获奖作品 然后包含我们的刷屏红包 一系列进行的一些孵化落地 那些产品用的 还没有怎么长得出来去弄分 然后目前我们华丹工厂 孵化企业也超过了900家 其中有84家是台式企业 那再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跟到创业公司就业的台湾青年 大概也将近300人 我们接待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 嘉宾有超过5000人 因为这些年我都在大陆 所以我亲身经历感受到 来大陆发展的台湾的企业 还有青年越来越多 种类也更加丰富了 也希望两岸交流合作 可以越来越紧密 不要拥有任何的断裂 虽然挺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就感 也是比做其他行业还要来更大 不只是自己在创业 而且我们帮助更多人在创业 而且可以获得他们心目中的理想 未来我希望可以事业 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 然后在组合大陆的每一片图屏上面 都有我们的足迹跟生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